夏然女25岁江苏人 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硕士 供应链与物流管理专业 大家好 我叫夏然 来自江苏扬州 目前就读于墨尔本皇家理工的 供应链和硕士管理专业 我是一个看似不像南方女子的 一个南方女子 朋友们都说我有点反射胡缠 有点呆萌 经常会有点迷糊 两年的国外经历 有让我变得比较强大 比较无味 然后今天来想求职一份 关于物流或供应链的运营 或者管培生的岗位 谢谢大家 谢谢 牙齿上有口红 现在擦下牙齿上的口红 要不然血盆大口吓死人了 刚刚还有人说我吃了人上来的 还有吗 一看你就是平时不涂口红的 很难受 我就觉得脸上油腻腻的 然后还要卸妆有点烦 还不如直接送面朝天 我也不喜欢化妆 没办法 我觉得说我们要在不同的场合 有一种礼仪的展现 该话还是得画吧 好吧 正在练习中 你现在是 你的笑声好魔性 还有吗 还有吗 吃了人上来 正在练习中 刚刚 对啊 所以我说有没有兼职恐怖片配音 可以找我 他就一个人一直在那儿 晚上别出来 我笑点非常低 如果你跟我面对面不说话 五分钟十分钟 那我可能真的很容易笑场 当年这个选择读研 出国是你的决定 还是家里的决定 算是爸妈的决定吧 我以为你是一个 特别有个性的人 看来你也是个随波逐流的人 出国前是 出国后没办法 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决定 自己去想 因为你不做 也没有人告诉你 下一步怎么走 就我刚开始去的时候 因为异国他乡 有好多东西也不会嘛 然后当时就自己挺懵懵的 就是去当时的一些 就当时的一个银行去存钱 结果存完之后 钱是进去了 卡上怎么看余额都没有 当时也蛮大的 一千八百多刀算是 你是去做慈善的吗 后面去银行的时候 银行说 我们不知道啊 没有记录啊 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啊 我就不停地自己去跟银行交涉 然后 英语好吗那会儿 那个时候英语也不算好 当时我一开始也挺崩溃的 就觉得 父母也不在身边 什么都不会 你在家的时候 干家务活吗 不干 我妈比较全能 妈妈今天来了 来了 来 给一只话筒给妈妈 为什么会让她在家里面 什么家务活都不干呢 比较懒 还是自己闯 这还是我我的过错 但后来呢把她摔到国外 全部自立 您大概算了一下 她去墨尔本这两年花了多少钱 所有的可能有将近一百万 送她出去是相对于比较吃力 基本上是 那为什么还要送她出去 那她在国内在上的时候呢 有一定的困难 本科之后出国的这段路她回来 你到底收获了什么 收获了她勇敢 有担当 孝顺 这都是在国内可以完成的 没有 以前没有那么感触 那么深 好 谢谢您请坐 我着重地听到母亲 刚才说的两个字 就最后强调两个字 出国有个最大的收获是孝顺 这个孝顺这个词 我就让我感觉到很多父母 其实送孩子出去留学 她也不知道 大概的目的是什么 但她感觉我不能愧对孩子 我有多少钱 我哪怕是砸钱 我也要让她出去 这样能够让我心里平衡 因为毕竟我只有一个孩子 而我的这种苦心付出 内心的平衡 如果能够得到孩子的珍惜和认可 她自然会孝顺我 她觉得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她 我可以理解 对 我有领略过 你在哪一件事情上 比如说你在留学的这两年 你的钱肯定不是一次性打过去的 对吧 有的时候打一点 有的时候打一点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感觉到 家庭为了支出这一百万 父母是来之不易吗 有的时候 包括我父母 吃饭 买菜 频率 就比我在国内上大学 他们也会节省 但是不会像我出国之后 节省成那样 甚至比如说我妈一天 可能原来自己一个人在家 也一个菜两个菜 甚至就再加一个汤 我走可能也就两天 两三天才吃一个菜 我有的时候就开玩笑抱怨 我说你得多吃点 你自己对自己得好一点 但是怎么说他们都舍不得 所以看上去你好像你的笑声很磨性 看上去你好像特别直 其实你内心也是有很细腻的情感 对 我自己知道我收获的不只是学历 还有可能是蜕变成另外一个的自己 这个过程我自己知道 虽然我累 我苦 但是不会有你们那么辛苦 谢谢你们 真的很谢谢你们 谢谢 我能够感受到 她的留学的 学生活的鼓励 以及 她妈妈 为了她的留学 做出了付出 那这个时候 其实有一个反差 在我的心里 看着刚才这个阿姨的背影 我好感动 因为我父母 他选择了买房 然后我选择要出国 有这样的家庭 她说那你去闯啊 你有本事 你就去搞定你自己 你把学费搞定 你把生活费搞定 一年几十万 真的 我说那我出去 你借我钱 我觉得这很正确 对啊 我觉得很好 但是你要知道 其实如果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当我 你懂我意思吧 当别人 在国外 能够吃饭 甚至在那个时代啊 每餐能够吃一个 哈格达斯的时候 而我 可能因为 Rice都吃不起 米饭 我说的是 我说吃米饭 不是吃饭 连米都吃不起的时候 因为打工 被别人直接踹在地上的时候 你知道我 我们去栽野草吃 当野草开花了 我才知道 那是菊花 满山遍野的菊花 我吃了两个月菊花 你知道为什么创业吗 因为没有饭吃了 我才去创业 但是我拼出来了 波航你知道吧 就是我今年我儿子 高考 其实他没有考 我不知道 他能不让我讲这一段 做父母呢 真的很纠结 我不知道应该送他出去 他没搞好 还是应该留在国内 我就说 波航你知道吧 不管你哪个选择 父母都是爱你的 这只是说 他们不知道哪种方式 对你更好而已 但是我妈妈 我后来 不好意思 我太激动 我也开始 从原来 我刚回国的时候 对他们的不解 对他们的 觉得怎么能这样做父母 到这两年 我们达成一种更好的和解 然后觉得 这也是一种爱 其实父母 不光是生了你 其实让你读完高中 他其实责任就完了 这十八岁嘛 但是你看 有的时候 周围的现状就是这样 本来父母是 相对 是不是 我只能不能够 那么 第一个七岁 对 有的时候 一样 我就是 故意 有一点 我不会 我 我就 在这种特别沉重的环境下 你的笑声特别出色 谢谢 好吧 那个什么时候回国的 今年六月回来的 在那边有工作经历吗 比较少一点 为什么不多尝试一些 可能还是父母太宠了 不太放心 他们给我规定说 晚上不要出门 那我问你 你在国外晚上出门玩过吗 也有 但是有朋友吧 那怎么不听话呢 让你不要出门工作 我听了 让你不要出门 什么谈男朋友啊 什么出去 去跳舞啊 你倒是去了 郭老师 我不是特明白这逻辑啊 就是妈妈送你去留学 就是说为了让你锻炼独立 勇敢 然后呢 哎呀 你作为父母 你明知道这种矛盾性吗 你还要问 孩子啊 你一定要独立成长 如果他真的要独立去床 我要找我 寻找我想要的爱情 想要的工作 我的生活方式 妈妈说 不行 妈妈是过来人 妈妈原来也做过这个 事实上效果并不好 孩子啊 乖 听话 妈就是这样过来的 生活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 妈就这样教育的吧 这就是直升机制 顾 江 再说到你 你求知意向是物流 供应链管理和运营相关 你以前试着干过 有大学时间 有实习过 那你跟我们说说 这段实习经历 做过一些运营调配 车线调波 路线规划 我都有接触过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不同部门之间的 协调和沟通 工作了多久 那时候是大四实习 差不多 实习 你是本科的时候 是吧 你本科也是这个专业 对 物流供应链 尤其是去里群 那应该会有很大的 工作的机会 你有今天特别想去的企业吗 有调查过 我如果有看过有家居啊 然后就是翠森森啊 和爱音有看过 还是了解了一下 对 你要求薪赐多少 六千五左右 有地域限制吗 我倾向北京一点 可以吗 妈妈 都可以 真的可以吗 我希望她能够尽早地自立 自立 我就奇怪啊 您干嘛从扬州还跑到这儿 来陪她一面试啊 说老实话 我不知道她投的这个非尼莫属 是不是假的非尼莫属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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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把她们那个传销给撸走了 那她到底能不能出去工作啊 能 万一那工作也不靠谱呢 那她跌倒了自己 从爬起来从站 大姐 您今天必须在这儿 郑重地向您孩子承诺 从今天开始 您所有的建议 仅做参考 决定要她自己来做 你能做出这个承诺吗 能 职场这个走入第一天 包括你的选职业 包括将来的选择对象 你自己做决定 自己努力向前走 你信吗 不 我觉得我妈妈 她有她自己的观点 我的感受 其实她没有真正去考虑 也没有去问过 但是没有妈妈 那是妈妈 好 接下来第一轮选择 去口里 还有六盏灯 如果我预料得不错的话 灭灯的一些企业家的原因 有母亲拉分的原因 有 绝对有 有 我觉得你的状态太妈宝了 真的 就是如果你到我们企业来 你妈妈还可能跟到 公司有任何情况 她跑到企业来找我 受不了 我倒不觉得八宝 你现在从一个学生到职场 其实你这个距离差太远了 就像刚才妈妈说的说 我希望你做决定 我尊重你做决定 但是 阿姨我想说 做决定啊 它是一个能力 你之前这么多年 你没培养它的能力 它进入企业之后 其实我们要求的每一个同事 你都要在面对变故的时候 你要做出决定 这个是你在长时间之中 为自己负责的 这么一个习惯 所以企业来说 我们觉得可能培养的 这个成本和时间 稍微长了一点 天生活有才 我觉得是不是给她 一个专业表达的机会 你好好讲一讲 关于这个部分 不是产业互联网啊 或者这个部分的成功案例 这样是不是给你拉拉分 大点声 自信点 我有 妈妈别探着脑袋这样看 给她压力 来 之前研究过一家 在物流方面 为什么做这么成功的特色 有去看过 主要是 第一个就是引进了 把仓储和商品 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家居市场 虽然可能有的时候 客户会觉得像是在逛仓库 但是我觉得是更好的 去把产品有推销给客户 她那个回答 基本上属于一个 业余爱好者的回答 就跟那个供应链整个 就是专业是不相关的 我特别想问下人 你知道上研究生 跟本科的区别吗 从学习本身来说 本科是打一个基础 研究生是对整个架构跟体恤 从研究到未来的实践 都要有一个深度的作品的 前面我们说没有参加工作 没有社会实践 两份我们看到简历上的 都是只有两个月的 这个工作时长的实习 所以在对一个事情的 这个评判当中 我们就希望能看到一些亮点 否则后面不知道 工作该用在哪儿 谢谢李雨昕 你越说他头越低下来 他头越低下来 妈妈的眼神更严厉了 所以你看啊 真正要见真章的时候啊 你看在这个舞台上 可以检验出来的 最近呢 虽然有在进行一些应聘 但可能就是在专业知识上 也没有说有这么深刻的要求 所以反而有点欠缺这一块 我可能现在觉得 如果当时我能去打一份工 说不定可能对我现在 会有一些帮助 从上台呀 到现在你的状态是不对的 这也是我刚才 一直想提醒你的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的话 你不能去调整你的状态 你可能很难去表达出 你真正的实力出来 其实这个就是 我为什么一直想提醒的 我们在压力之下 和我们在平常 治疗的状态之下 其实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有哪几家企业 现在亮灯的你最想去 你可以主动地 伸出你的感染汁 做翠生生薯条吧 还有可能 请你说话的时候 东方爱音 请你说话的时候 自信一点 我想去这两家企业 我想去翠生生和爱音吧 你为什么想去这两家 因为爱音 稍微了解一点母音市场 是因为曾经接触过 母音市场的客户 你怎么打动他 为你留灯 这也是一个 你自己现在的权利 可能是 我觉得我的优点在于 执行力 执行力比较强 对 你能笑一下吗 你能笑一下 你说我今天我虽然 我虽然可能 面试结果比较差一点 但是我的 我到企业当中 我会有较强的执行力 以及 在协调各个部门之间 可能有较强的协调力 你看见没有 最好的教育 不是爸妈的呵护 就是这种现实的教育 第二轮选择去回来 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面试的话 不仅仅只是这一个 候选人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我们老板 也有很大的问题 当候选人 他本身在懵的一个状态之下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去给他很多的观点 那这个的时候 其实他反而 他是一个更懵的状态 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候选人 他从台上走下来 是那样的一个笑声 对不对 到后面 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一个 真正的面试的一个场景 各位企业家 是不是也应该去反思一下 我们这样的面试 是不是也有可能 会丢掉一个好的选手 库尔特 我们今天是一个 真实的职场面试 抗压能力也是一种能力 其实今天一切都特别正常 你的确没有做好准备 你的确在场上不够主动 你的确对于你心仪的企业 没有太过于多的了解 哪怕是在最后 第二轮要选的时候 我都没有从你眼神当中看出 贾姆 李群 我真的很想去你们的企业 我今天真的可能准备不足 请给我一个机会 我根本没有看出 你很恳气 说我特别想去 你那感觉就是 算了吗 今天就这样 算算算算 破关都破摔吧 不去了不去了 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你没有争取最后一丝丝的机会 明白吗 你调整以后再来 我们照样欢迎你 人生有很多的可能性 但这些可能性要靠准备去把握 其实我今天如果是大姐您呢 我今天在第一环节说完了之后 我承诺完了给他自由 我就出去 我就不在做座里面 我哪怕坐到后场就看 我都不坐在前台 因为你知道你坐在那儿 给他多大压力 谢谢你 特别 专业的和经验方面 还是比较欠缺 这个也比较明显 其实我现在是一个 可以自己做决定的人 只是可能看起来 我还是需要听别人意见 也是因为我可能不太知道 该怎么展现自己这一方面吧 谢谢大家